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手灯大刊就大胆尝试。 趴在地上神似娇羞少女,气质却大退不少。 3月13日,杨子新刊时尚杂志曝光, 单单是看到这几次杨子出席活动的美照, 都能看出如今的杨子气质和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这次首次登上T Magazine3月封面杂志丰刊的她, 在这组时尚大片中更是选择了烟雾朦胧龙的既视感, 在仙气十足雾蒙大片中化身甜美的少女呀。 在封面罩中的杨子则是给人一种都市丽人的既视感, 很好的诠释了霸气美艳的气场, 毕竟这样的造型下颇有职场风范, 杨子身穿着卡其色的风衣, 侧翻领下展现西装风采, 结合营造出知性干练大气范, 依旧是能够凸显出高级感和时尚范, 即便是在单一显的造型下, 照样是赋予了她绝美, 范和女神气场呀。 另一组造型中选择印花长裙在身, 虽然这身印花长裙下, 选用多样的色彩进行点缀, 反而是让整个造型看起来更加绚丽多彩过于有些花哨, 但是清新的设计下又能够营造出高级感和萨气范, 清新的长裙下结合了她优雅甜美的气场, 细着领带下结合了美感和多元素, 照样是凸显出她绝美地气场呀。 这两套造型都是偏向花哨或是清新少女风格的造型, 选择白色的T恤搭配着粉嫩的长裙, 本身的白色T恤都是营造出清爽和干净的济世感, 外面搭配着粉嫩的长裙, 本身粉嫩的元素都是给予她少女感和时尚气息, 在粉嫩的元素下反而是给予了养子更多甜美饭和喝本济世感, 又能够打造出绝美饭。 本身这种白色线条和粉嫩的元素下碰撞在一起, 又能够打造出仙女的气场, 恰到好处展现出美感和多个元素, 细着丝巾带就为整个造型增添更多缥缈, 躺在地上的养子则是化身为美艳大气少女, 又能够很好结合了她时尚饭和甜美气质, 这种朦胧的造型下反而是美道报又能够彰显出时尚气息呀。 即便是在颇有干练大气的女装大佬中, 照样能够给予她仙气缥缈灵动饭, 选择白色的高领打底衫作为内搭, 外面搭配着粉色的西装, 下半身身穿着粉嫩西服裤, 在统一的造型下照样是能够营造出高级感和大气饭, 即便是整个造型都是以粉白色彩为主, 但是选用了小细节恰到好处, 给予了美感和元素呀。 首先白色的高领打底衫给予了清爽和干净饭, 又能够很好打造出时尚的美感, 外面搭配着西装, 侧翻领的西装结合了传统的元素, 微微折起袖口和褶皱的元素, 恰到好处打造出美感, 又能够为造型增添更多的时尚饭和高级感, 特别是在腰部选用了收腰的设计下, 很好的勾勒出他纤细的小蛮腰, 即便是不看着镜头依旧是美呀。 在雾气朦胧的设计下, 恰到好处则是勾勒出他美感, 又能够打造出仙气饭, 选择编发造型下, 则是能够展现出女神饭, 穿着粉嫩的长裙在身, 赋予了他少女的气质, 又能够打造出绝美饭, 踩着细高跟鞋赋予了他更多的女人味, 在雾气下显得更加具有仙女饭。 终于等到杨子掀开铁刘海, 看他全新无刘海造型, 美出新天际。 娱乐圈中有着不少拥有铁刘海造型的女星, 之前的杨子就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 基于大众审美疲劳的关系之前杨子的铁刘海造型, 也没少受到大众TIS, 最近听取了网友们意见的杨子, 终于是掀开了自己的铁刘海, 对于他这换了新发型的造型来说, 更被无数人夸赞美出新天际, 不知道你们又是否早已经被杨子的这个全新造型给亮相呢? 因为杨子之前的铁刘海造型是, 让很多人认为他的额头很不好看的女子, 可殊不知杨子的额头乃至发际线都无比优越。 这全面掀起刘海的发型中, 是让杨子整个人的形象看着无比高雅, 而且这一清爽发型也为杨子超级逆天的神颜提供了一个展现平台, 就以他这轻松美出新天际的造型来说, 绝对可以让他很多的男粉看红脸。 干练的无刘海发型与他佩戴的这款圆形耳, 是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搭配, 而且因为妆容修饰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在杨子的这个造型中, get到一种高级脸气息。 一身白色的出现非常轻松, 就将杨子身具的优雅内在眉给凸显出来, 基于他这身白裙纱制面料的选用杨子, 这一个气质造型还显得极度梦幻有仙气呢? 白裙领口出现的这一微微力领的设计, 可以很好修饰杨子的进步线条, 裙身宽松半绣设计的出现还能够隐藏杨子本身拥有的肉肉手, 整身白裙出现的这些薄纱设计效果绝对可以让杨子很轻松就成为人群焦点。 整一身白裙的呈现与腰间棕色腰带的色系搭配也堪称一绝, 在这棕色腰带修饰下杨子的身材比例更得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展示。 杨子这次梳起的干练无刘海发型也是和一切时尚风的穿衣, 像他穿着的这身蓝色礼裙就属于是极具贵气感的类型。 整身蓝色礼裙在杨子全世下根本就是贵族小姐一般, 相信很多人也有在杨子这个造型中get到一种迪士尼在逃皇妃的既视感。 礼裙中出现的这一字尖设计配上杨子拥有的直角尖后又有谁不可以呢? 发型绝对是现在影响女士形象很重要的一个造型环节, 留着这顶短发的杨子是不是就会让你们绝对他无比磨蹬呢? 因为自己拥有优越肩颈线的关系杨子现在对于各种路肩服装更是爱的深沉, 不知道你们对于他这身半路肩黑裙又会打几分呢? 在他所穿的这身黑裙中, 仅是下半身不过膝拼接上一层黑纱的设计呈现就非常夺人眼球了。 在小悠看来娱乐圈中任何女明星都超级适合仙女造型, 穿上这身时尚杀裙后的杨子无疑是花仙子的最好诠释。 穿上这身杀裙后的杨子配上他出现的绿音环境后, 他整个人还变得无比森系呢? 2023年度流行色发布, 肖战被网友夸爆了, 不愧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 洋红色火龙果色是介于珠子之间, 有点树眉红的感觉, 本身也是充满生机的颜色, 给人一种旺盛的活力感, 能带来欢乐与激情, 增添喜悦与能量, 这和肖战的个人魅力完美贴合, 同我一样喜欢他的朋友, 可以点击关注了哦! 肖战之前, 参加微博世界大会的红毯造型, 同样也穿了这个洋红色, 都说男星造型不太容易出彩, 这不肖战的搭配就呈现出很好的效果, 不夸张不落俗套, 这件洋红色上衣真的很不错, 不得不承认他的时尚敏锐度非常好, 毕竟人家也是专业人士。 设计师出身的肖战, 从小培养的美术生, 对色彩的审美和时尚敏感度是很高, 洋红色真的很挑人, 这样高饱和度色很驾驭, 然而在肖战身上并没有任何违和感, 洋红色西装显得他名利又金贵, 提升个人气质, 优雅大气特别上档次, 让他自身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肖战时尚嗅觉真高, 无形中还引领时尚潮流, 真是时尚弄潮尔啊, 表现力也真心不错, 清清爽爽十分到位, 让整个人都亮了不少, 鱼济鱼干小编不得不感叹一下, 造物主对他也太偏爱了吧, 在任何场合都能是主角, 走到哪里都闪闪发光, 没人可以拒绝这么有洋眼的人吧? 肖战清俊容颜和九头身, 在洋红色衣服的衬托之下, 更具吸引力, 那么你有没有被他帅到呢? 最后大家也别忘了期待一下 他的带播剧玉骨摇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